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 他的弟子向四面八方去传了 将去 这在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见 有些地方一二百年就没有 有些地方三五百年 有些地方六七百年 唯独在中国这一支 世世代代的不衰 这是什么原因 中国这个地方根相同 中国传统的学术的根 是孝提 孝亲尊丝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那佛法的根也是 孝亲尊丝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 中国朝野欢迎 有道理 跟我们同一个根 然后再听听你们的讲法 越讲越像 越讲越洁 而且有些地方 而且有些地方比我们中国人讲的还相识 所以唐恩比曾经讲过 中国古人 信量很大 能够包容 异族文化 就是指佛教 那是从外面传来的 他能接受 能认真学习 而佛教文化 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 相辅 skills 相辅相辅 啊 于中国本土文化 比大臣差一点 比小臣超过一点 隋唐时代在祖师大德 干脆小陈就不讲了 小陈经典虽然有 只是留给一些研究的人做参考 完全用如根道来定定基础 然后接着修大德 感谢观看